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根据自己的偏好、愿力去选择旅行目的地 但是也会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 要巴黎旅行 我就会以电影为主题 想以天使爱美丽去游蒙马特地区 然后巴黎我爱你就会去游文化馆 旅行需要慢节奏去发现 所以我特别喜欢轻松自发的行程 如果你的计划太周详 或者是你的时间太赶 反而可能收获不到旅途中的意外惊喜 在葡萄牙里斯本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女生迷路了 但是却因为问路 结识了一位当地的音乐家 还有一位俄罗斯旅居的姑娘 那位音乐家叫做周安 她已经70多岁了 但是却非常的热情 有活力 她得知我一个女生来到了里斯本 她就和她的同行瓦伦蒂娜当了我一天下午的导游 给我介绍里斯本的历史 还有特色的门店等等 临走的时候 她还写了一首诗给我 直到现在 我们仍然会保持一个邮件的联络 彼此分享生活 在国外行走 我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男的的信任 还有友善 无论走到国外哪里 家的一碗汤 一道粤菜 都会是我最温暖的思念 家就是一份归属感 而这份感觉啊 在你走出国门的时候 就会显得特别特别珍贵 在国外 你始终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去进入当地的生活 心态就一定要包容 平和 并带着思考去感受外国的文化 我们应该乐于向外国人展示自己 自己的文化 还有自己的城市 旅行带给我的全球观 开始让我反思自己的生活 所身处的社会 同时也会让我审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有的旅行 对象员 儿儿 好 特别人 无论 好 从哪里